現在我要跟Selina正宗的道歉 我記得去年第一次見到的時候 就覺得非常的好 簡單講就是要談Selina 這是我們所有朋友唯一的要求 這個男生有做到非常好 而且經過以後 我跟妳說我那天整理照片花了四個小時 我想讓賓客趕快拿到高清的紀錄照 該刪的都刪了 還有更多超級清楚的照片 我都私底下送給她 突然間早上起床說半夜怎麼會有新聞 原來那個抹記者眼睛那麼尖 還好我跟Selina交情不錯 她也很大氣 她也覺得說這樣子的一種另類的露出 也是一個緣分吧 上個禮拜她在交出食堂直播下午 她就跟我說她要帶男朋友出來上直播 結果是謊 沒想到最後她的露臉還是跟我有點關係 那些都是緣分 最主要是 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有跟Selina說 講了很多 那她反過來安慰我 那我就跟她講說奇怪的 那記者都在問你男友 沒有人在問小燕姐致詞講了什麼 沒有人問小燕姐送了什麼 我老婆送了什麼 整個失焦 就像她的臉一樣 失焦 那個男生的臉一樣 謝謝Selina的大氣 她也很OK 也祝她電影大愛 其實我去年見到她們的時候 就知道小兩口目前是以太太開心心為情 其他的事都還沒有想到 這算見習婚禮嗎 你現在是還想害我是不是 我已經對不起她一次了 沒有啦沒有啦 不是見習婚禮 就是真的 老實講本來她沒有要來的 男生沒有要來的 後來是因為她們在上海被拍到 所以我們就說 好啦 既然你也公開有男友了 就帶來吧 結果又被拍到 然後我自己還手滑 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 你在乾笑嗎 你在乾笑嗎 乾笑不要乾笑 誰男友 我記得去年第一次見到的時候 就覺得非常的好 簡單講就是 要疼Selina 這個是我們所有朋友唯一的要求 因為Selina是一個公主 要好好的疼她 愛她保護她 那這個男生 有做到非常好 而且 很高興 她都笑不得笑 看起來也很舒服 奇怪 我們上次在這裡講大意思 今天在這裡講Selina 我們這個節目是犯什麼桃花 都是S開頭 都是S開頭 然後都是有另外一半什麼什麼事 奇怪這個節目 我們改做相親節目好了 奇怪會做什麼異智節目 無中生聯誼 史密斯也可以 對史密斯有什麼 不敢講 不敢講 怕有人衝上來打我發掌